避免完打 全部都是內野滾地球 出棒打成了在游擊方向的滾地游滴手把球給接到之後 傳往一個的一個彈跳 哇 Nice play 厲害 確實厲害 這個球直接傳到位的話機會不大 所以陳永基這個反手最後選擇的就是一個彈跳的一個傳球方式 砸在地上 而且他也減少了那個整個傳球的時間 哇 陳永基廣大的手臂範圍再加上鄧志偉人高腿長 兩個人完成了一個Nice play 真的有水準 這個球手臂的處理非常的快速 雖然是一個彈跳 但是那個彈跳的位置讓一雷手很好很容易去掌握 一雷手有時候最怕的就是靠近身體的那個彈跳接球 對 就怕真的彈跳不容易掌握的地方 好 陳永基展示了一個精彩的Nice play 現在是行政兩人出局 陳冠仁揮棒落空 現在球數變成了兩個好球沒有壞球 我們再看一次 我反手接球之後 然後急煞車用彈跳的方式來做傳球的一個動作 那永基這個處理的方式非常的好 打擊輪到第二棒的陳冠仁 因為這個球也沒有機會讓他來到正面來接球了 透過反手的接球是唯一能夠把球攔下來的機會 而且這個彈跳的位置傳得非常好 彈起來的瞬間正好是鄧志偉可以跨步出去接球 有erto 可以有的 一些人sey component